为何从未吸烟的宋美龄变成烟鸣,只因她所待的这个地方,宋美龄作为一名曾经留学美国,自小就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材生,不可能不知道是烟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大,那么,既然如此,为何她还染上了烟瘾,甚至一抽就是60年呢? 其实,这里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,宋美龄是在抗战时期染上烟瘾的,当时她住在重庆,由于当地过隔三差五,就有一场大雨,居住环境总是十分潮湿,所以她身上生了随时当地人经常会得的寻麻疹,得这种病最痛苦是皮肤起痒,无比却无药能医, 这一夜,她躺在四周松林呼啸的松厅之中,正在烦恼怎样度过阴起痒,无法入睡,造成的漫漫长夜,她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女士衣袋里,竟装着一包香烟,此时的她也顾不得那包香烟是中下层人士才吸的劣质烟草,便要来一只雕在嘴上吸了一口,宋美龄在这之前从未吸过烟,当时当天吸第一口时, 却发现这烟的气味可以提神,她已经被这该死的寻麻疹,折腾了几天几夜不得安宁了,更别提睡一个安稳的觉了,在无尽的疲倦之中,此时的她居然感受到一种多日没有体会到的舒服,虽然烟味很辣,但宋美龄仍坚持把那只香烟吸完了, 自此以后,宋美龄对香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,也就是从那一夜开始,宋美龄开始学会了吸烟,每次只要皮肤病发作,她就会派人下山,去为她买香烟,久而久之,她便染上了蒋介石在知道夫人在患病时,染上了烟饮后感到十分惋惜, 她曾多次苦劝宋美龄下决心戒烟但是在无果,讲向她身边的是为追问夫人是如何染上吸烟的,这才发现,原来是她身边的一个女士有吸烟的恶习,蒋介石一听盛怒,立即下令把那个叫说宋美龄吸烟的女士解雇了事,宋美龄心里很清楚,蒋介石打心里讨厌她吸烟,她自己也清楚吸烟,对宝剑极为不利, 可是,她仍然无法戒掉,当时被她视为提神家品的香烟,直到蒋介石去世以后,她才下定决心,把吸了六十多年的烟戒掉了。